日本人一天不吃这玩意儿就浑身难受 它毒性极大 生吃一口就能封喉 没错 它就是魔玉 中国的魔玉历史可以追溯到晋朝 古人很聪明 拿草木灰来煮它 去除掉毒性 演变成了一道美食 那时候还不叫魔玉 而叫蒟若 一百多年后 魔玉随佛教传到了日本 竟然一发不可收拾 成了日本民众超爱的美食 七十年代 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魔玉种植地 直到1995年才被我国赶超 魔玉富含膳食纤维 它的主要成分甘露巨糖 是一种不能被消化吸收 却能有效饱腹的物质 所以热量超低 魔玉中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低热量又高营养 简直是所有在乎身材又嘴馋人的致癌 深夜加班 熬夜追剧 饥饿难耐又担心吃胖 来一包魔玉爽 真的是巨解馋 现在良品铺子开始卷了 只要九块九就能到手 不是十包二十包 而是整整三十一包的魔玉爽 别看它便宜 每包的量一点也不少 入口卡吉卡吉 鲜辣Q弹十分美味 并且良品铺子大品牌 吃着也放心 感兴趣不妨去左下角看看吧